我們常常說女生的衣櫥裡面永遠都少一件衣服 不過我相信呢如果你已經做了媽咪的話 你會發現不只自己的衣櫥裡面好像永遠少一件衣服 你孩子的衣櫥裡面似乎也是永遠少一件衣服 因為呢不管怎麼穿都會擔心這擔心那的 擔心他們弄髒 擔心他們活動不方便 擔心他們穿得不夠暖或者是太熱 然後呢也會覺得好像小朋友的衣服穿出去怎麼樣就不會有一種時尚感 為什麼人家的小孩都可以穿得好像很可愛 或者是也像大人一樣走在流行的尖端呢 事實上啊小朋友的衣服穿搭術要從小開始搭配 這個也跟孩子的美感養成有非常重要的關係 所以今天節目現場我們請到一位超級媽咪 她不但自己非常有時尚的概念 也讓她的小朋友非常有時尚的概念 今天呢她一起來教教我們媽咪到底要怎麼穿呢 一起來歡迎超級媽咪Supra Mar 歡迎 各位觀眾大家好 其實Supra Mar是一個很特別的人耶 當然就是你自己本身我發現你的經歷各方面都是跟時尚圈 然後衣著甚至採購等等有關係的 可是這一些都不是你真正著迷於童裝的原因 因為你著迷童裝比你從事衣服飾流行啊這些工作還要更早更早 對大概是高中的時候 其實大概是同時因為高中念的就是跟開始對美術設計相關方面有興趣 然後也比較傾向服裝方面 所以開始然後加上高中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很想要成立自己的家庭 就是很喜歡當媽媽的感覺 那時候談戀愛了嗎 談戀愛 是因為談戀愛的關係嗎 不是因為現任就是可能因為我的父母比較 我小的時候就離就是分開了 所以可能會有一種嚮往 組織自己一個就是家庭的感覺 對 所以有家庭就是再加上對服裝的一些喜好 所以慢慢的就是可能逛街或是看到一些雜誌的時候 開始會對小朋友的衣著有一些興趣 對 然後慢慢發現 可是逛街的時候應該是 雖然說對家庭有一種崇敬 對 然後對小朋友會覺得看到那些衣服 喔 好可愛 然後會想像說穿在小孩子身上多麼多麼的趣味 或是多麼的引人注目 但不會花錢去買啊 對 高中還沒有買 高中只是開始有興趣 然後可能不小心看到的時候 不會刻意去逛 但是慢慢到大學念了服裝設計以後 開始可能 因為我高中自己會做玩偶 對 會做熊的玩偶 然後可能就會需要幫他做一些衣服 對 所以就開始覺得小小件的衣服 那個東西非常可愛 然後慢慢延伸到小朋友的衣服身上 你在大學的時候啊 讀這些相關科系 你的同學之中只有你是特別鍾情於童裝的嗎 其實我大學因為課業非常的重 所以其實沒有分心去 其實沒有那麼認真去想童裝這個部分 然後可能只是 因為裡面的這個科系開始逛街會變成好像做功課 所以會變成常常在逛街 然後再看市場上的一些趨勢 所以就是有更多的機會去逛百貨公司或是賣場 然後看到童裝就會開始 就看到可愛以後就會開始 原來這個牌子的童裝很可愛 然後慢慢的開始會去研究說哪一個品牌是 那以後我有小朋友的話我會想要給他穿的 所以你的第一件童裝入手是什麼時候 是大概大學 大三大四吧 或接近畢業那時候 那買回來之後的處置方式是 就是一直把他放在衣櫥 就覺得衣櫥有一個很可愛的衣服 一直掛在那裡嗎 就太小件很難掛 就是因為是baby的 就是會一直放在衣櫃的一個你看得到的角落 然後每次打開衣櫃就會覺得看到他很開心 所以其實那時候童裝買回來的時候 你就是也不算設定一個目標 但就純欣賞就對了 對 只是覺得說反正我以後有一天會生小孩 然後一定會用得到 我覺得這真的非常的特別 因為通常一般我們大部分的女生 都會有一個那個母愛的萌芽期 然後不見得是你結婚生小孩之後 你的母愛才會開始萌芽 可是我們不會把錢花在這個上面 因為童裝其實也都不便宜 我也沒有買很多 就是看到可能基本像牛仔褲 因為baby牛仔褲太可愛了 然後因為沒有小孩的人看到童裝 會有一種新鮮感 然後你就會覺得這個真的是 當時是想說如果我現在不買 那以後會不會沒有了 這種心情 對 所以早期的時候啊 不管是欣賞童裝或者是採買童裝 它其實比較萌芽於一點點 你自己對那個母愛的萌生 但後來呢其實你從事了各種跟 不管是流行服飾採購相關的行業之後 轉而去擁有一間屬於你自己的童裝店 這個其實也跟母愛有很大的關係 應該說真的當了媽媽以後 就是整個重心轉移到童裝的部分 對 所以你其實並不是說一生小孩 你就馬上成立了自己的童裝店 沒有沒有沒有 是其實帶小孩帶了一陣子 然後其實他也跟你自己的親子 還有家庭的整個相處方式有一些關係 對 就是因為我還是在做 女裝的服飾採購的工作 然後有一天我女兒就是突然 我發現他四歲了 然後就覺得我怎麼這四年過得這麼快 然後我會覺得好像我沒有陪到他 他等一下就要上小學 然後就上高中 就人就會離開你身邊 然後我就開始想要怎麼改變這個狀況 因為我的工作可能要定時的出差 然後 而且是長時間的 然後其實是從有一次我出差 我女兒跟我那個FaceTime的時候 他開始 他會有情緒 然後你會知道說 原來他是介意你的離開的 對 然後我就開始覺得 這不是長久之計 然後慢慢的再過一兩年以後 我就慢慢在想 就是掙扎了兩年以後 我就決定我可能 我需要放棄我的工作 然後專心的陪他們長大 對 因為後來剛好也有第二胎 就覺得第二胎不能再這樣子 就是莫名讓他四歲了 因為其實你女兒在這四年的過程當中 他好像除了你常出差 會分隔兩地之外 也有很多時間是他陪你去上班 對不對 對 就是因為我們工作有時候要留比較晚 然後他會到公司來陪我 那其實他也很喜歡 可是就是因為他也沒有排斥 其實就很順其自然這樣子 過了這麼多年 對 然後只是我突然覺得他長大了 然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 下班了以後回家 然後就是把他弄碎了 然後隔天我又上班了 就覺得不想要再繼續 然後我就覺得 本來是想說那我就 請了育嬰架就陪他 然後陪他的同時就是會想說 有沒有什麼事情是可以讓自己還是有一個工作 然後可以兼顧的 可以兼顧小朋友跟事業之間 對 那因為我本來就非常喜歡 就是生了小朋友以後一直在買童裝 然後所以對童裝有一些研究 然後觀察了台灣的市場覺得 有一點點的無聊 然後我就覺得那可能就是一個 讓我覺得可以做這件事情 我忽然想到 因為在你還沒有生小孩的時候 你就開始才買童裝 其實身邊的人可能會覺得你滿特別的 而且高中我們朋友間 我用詞比較保守是不是 滿特別的 高中的時候我們聊天 大家會討論開玩笑 就是女生就會聊天說 你以後想生幾個小孩 然後我的答案是四個 就是全部人最多的 對 因為我就想說 大家大概朋友會覺得你滿特別的 可是你會不會到 你女兒真的出生的時候 你想說 老娘終於可以 名正言順的買童裝了 對 就是他還沒有出生 真的在肚子裡就看 就開始買 對 然後到了這樣子四歲 就從零歲到四歲 買買買買了很多 然後開始思考說 到底什麼事情 是可以同時兼顧親子的 這個開童裝店的念頭 就跳出來了 因為台灣的童裝市場 一直就是比較保守一點 對 比較保守 對 那國外很多 像尤其是歐洲 我接觸了以後發現 很多是小的設計師品牌 他們很有自己的特色 而且很多都是當了媽媽以後 開始有這樣子的 這個系列或是產品 所以他們的心 是為自己小孩子 出發來做這個事業的 就是跟我們自己在想這個事情 是很雷同的 對 其實決定開店之後 我覺得當然啊 我們不管是哪一種創業 其實首要就是要做 所謂課程的調查 然後你的目標族群是哪些 但你的目標族群 其實就是小朋友 我們大人當然是很難去思考說 小朋友你們會喜歡什麼樣的賣場 你們會喜歡什麼樣的服裝 所以我覺得這個過程 又比其他的服飾店的經營或是創業 它又更多了一層 需要思考的空間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女兒真的也就是最大的軍師 對 其實是在我們決定要開店以前 我們有先到巴黎去做類似四雕 跟有一點算是我們全家的旅遊 然後加上去看一下狀況 就是決定要不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全家一起去了 然後我覺得我女兒也還滿 她就是到了歐洲的童裝店 她還滿喜歡那樣的氛圍 也很就是很享受在那個環境裡面 因為說真的她 我之前的幫她採買童裝 就是我在國外買回來她就穿 她並沒有跟我一起購物的機會 就這麼的頻繁 所以那一次我們很密集的那幾天 就是在市場做調查 然後我順便看就是 我們會一起討論說這個可行性 因為我有試著讓她知道說 我們可能想開一個童裝店 可是開了以後會有什麼結果 不開會怎麼樣 然後不開了會怎麼樣 然後會在這個過程一直跟她討論 那我發現她其實她也有興趣 因為她從我以前女裝有時候加班 在家裡下單的時候 她就會參與 就是可能女孩子天氣 她就會開始購物 她會來看說這是什麼 然後她會給我意見這樣子 對 所以那一趟旅程回來 我們就決定說 回來以後當然還是有在花一些時間掙扎 因為台灣的環境就真的是 如果真的做了就是會是一個很新鮮的 一些品牌組合 因為其實在國外 尤其是巴黎的童裝店 跟我們想像的不太一樣 我們想像一個服飾店 當然它大概 當然燈光很重要 或者是鏡子很重要 擺設很重要 童裝店你可能想說 我要加一些很童趣 或者是玩偶進去 可是我覺得有一點很不一樣的是 在法國在巴黎你們看到的這些童裝店 它其實還加了一個陪伴的區域在裡面 等於說我要留白 留白這個空間是讓孩子玩 所以其實在巴黎很多的服飾 童裝服飾店 他們是有給小朋友畫畫的空間 我們其實一開始沒有發現 然後是去了一家兩家 然後發現都有一個桌子 然後我女兒自動 因為她很喜歡畫畫 她走進去以後 自動會走到那個桌子上就開始畫 然後我們也發現店員其實 因為我們台灣有時候帶小朋友出去 你會怕店家覺得不能東摸西摸 或是不能亂動 那其實他們對小孩蠻友善的 然後我們也整個覺得 這個整個過程是非常舒服的 就是連這個環節 然後我女兒也很自在 所以就我們也後來決定 店裡面也放一張桌子的原因 就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個過程也是因為 由你女兒夫婦的參與 比如她喜歡這個畫畫的空間 把這樣子的概念帶回來 我覺得她在國內 會是一個很不一樣的 我們也尊重小孩子的逛街權 對 我們試圖提供一個 不是說美人美幻的環境 但是是舒服 然後讓主要是鼓勵 親子一起做這件事情 對 其實講到親子一起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概念就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們說一起這個幫小朋友打扮 講的是一起 是不是媽媽告訴你說你要穿什麼 也不是小孩子單獨獨一的嚷嚷說 我要穿什麼 而是兩個人一起去溝通 什麼適合你啦 或者是你喜歡怎麼樣 把兩個人的意見加在一起 那其實這也是親子相處的過程 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穿衣打扮 它只是早上出門之前的一個環節 但事實上呢 如果你可以珍惜這段時光的話 它會變成是很值得回問的 那個親子回憶 這個部分我們等一下要再請 Supermart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先休息一會兒 稍後回來 媽咪 今天要穿什麼呢 今天節目現場我們邀請到 Supermart來跟我們一起分享 他的親子衣物穿搭術 其實我們常常講說 有時候小朋友好像隨便穿 隨便長大 因為這個小朋友都是好動嘛 會弄髒 所以大部分在台灣的家長 尤其是長輩們的觀念就是說 就衣服穿一穿 髒了就算了 然後買大一點 對 買大一點 可以穿久一點 我跟你說我以前啊 從小到大 因為媽媽都會買大一點 然後到了高中的時候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入學 我們量制服 然後我就受了媽媽的薰陶 就跟學姐講說 因為那時候是學姐在服務我們 我就跟學姐說 那我制服要大一號 學姐就說 你確定嗎 我說對 因為會長大 然後學姐就說 其實到高中 一定不會長大 但我的意思是 你就是受了媽媽 從小的 對 從小的 像是說你要衣服穿越久 越這個划算 然後但是就變成 以至於我們從小到大 可能都沒有一個很合身的 這個衣服 或者是讓我們覺得 哇 我今天走出去很瞎趴 或者是非常的漂亮 但其實這些都是有關乎 小朋友他們美感的養成 如果小朋友從小沒有 對自己衣著沒有意見的話 就是他到了長大 他不會突然間 變得對這件事情非常的注重 也許有可能 女生有可能 但是我的意思說 其實這個在整個 衣著溝通的過程 就是像我們之前講的 跟教養其實有一點點關係 對 而且其實在跟小朋友溝通衣著的時候 你是真的可以去理解孩子的世界 比如說小孩子他們的美感 跟我們的美感會有很大的不一樣 對 常常會有驚喜 雖然最近最夯的美感應該就是 那個冰雪棋園對不對 雖然我們大人是覺得說 冰雪棋園還好還好 但小朋友的美感當中就很愛 真的太流行的這個東西 對 然後這件事情 我跟我女兒也是花了很 就是常常每天要在溝通 關於這個事情 因為她當然會喜歡 可是真的沒有辦法就是看到 只要是長那樣子的衣服 就讓她穿 因為說真的 有一些材質真的比較不適合 然後也不適合每天穿著 嗯 所以我們溝通到後來 其實從卡通圖案這個東西 我們也花了很多時間 因為她上學可能小朋友會看到很多 小朋友穿嘛 那她也會喜歡有一個 她喜歡的圖案在衣服上 那其實慢慢就是要讓她知道說 為什麼不會常常給你穿那樣子的衣服 對 所以其實今天啊 我覺得透過這個所謂的親子穿搭 不但是要讓我們去理解孩子的美感跟世界 當然也是培養相處的時間 然後另外呢當然大家非常關心跟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 究竟要怎麼樣穿搭 怎麼樣挑選 才可以讓我不用花很多錢 然後小朋友看起來又真的很可愛 我們都希望出門的時候幫小朋友拍的照片 他們是非常可愛的 像今天那個Supermark帶來這雙鞋 剛剛一拿出來的時候 我們現場就一陣驚呼 就覺得哇 怎麼這麼可愛 這雙是很特別的鞋子 這雙是你最近幫你的那個女兒訂的對不對 對 其實我先訂了一雙兩雙就是嘗試 然後後來客人的反應蠻好的 對 所以可能要看能不能再加訂到 因為後來發現連男生都很喜歡 因為男生的襪子上面會有車子啊超人 然後又有小男生來他試穿了他發現 就是他跟媽媽說我要哪一雙 因為可以露出他的襪子 所以這就是小孩子的想法 對 可是真的小朋友沒有來 然後他沒有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完全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對 所以其實透過這些細節 或者是試穿的那個過程 不管你買不買 其實就了解原來你兒子 他會在意他的襪子突然有沒有露出來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家長跟小朋友之間 其實真的沒有每天起床就趕著出門 然後你其實真的沒有時間靜下來討論衣服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既然衣服每天要穿出門 然後一定會做這件事 那就是用很瑣碎的時間 但是你可以累積 對 長久的累積 其實還是可以改變一些小朋友的想法 或是幫助他們建立一些穿衣服的秩序 美感之類的 好 不過回歸到我們剛剛說的 其實如果說童裝你不想要花很多很多的錢 但是你又希望自己的孩子打扮起來呢 是非常的耀眼 當然有一些必敗的單品 這個單品就是他可以重複的穿搭 然後他可以有好多的變化 但是單獨一件呢 又可以展現出小朋友他們天真無邪可愛的程度 所以今天Supermine有幫我們帶一些 這個必備單品來到現場對不對 比如說 這個其實我首推我覺得所有的小孩都要 就是你如果真的不知道要穿什麼 可以穿這種就是很基本款的白T恤 但是這個白T恤我要講一下 它真的會 它真的有迷思耶 因為穿這種全白的衣服 讓小孩子出門 對 小朋友在那邊打滾啊 玩紗啊 對 可是這個就是講到 他從小要養成習慣 因為我們家也是小朋友一定會弄髒 可是媽媽就是可能要真的勤勞一點 去幫他去污 所以我們家有必備去污的能力 但是我的意思說小朋友從小 像我女兒他 他穿的白衣服他知道自己要注意 對 他就不會說 好像我穿所有的衣服 我打滾是應該的 或是我今天吃飯弄髒也是應該的 反正就是看不到或是有人會洗 對 那他穿白衣服的時候 他自己就會就是行為會比較端莊 或是他會比較注重 那因為我覺得 小朋友乾淨是很重要的 所以白衣服比較是可以 藉機訓練他們養成一個 就是自己保持乾淨的習慣 然後你只要 把它弄得乾乾淨淨 下面配個很簡單的褲子或裙子 其實就很有心 確實啦 白衣服不管對大人小孩來說 都這樣好打 那這件比較特別是因為 一般男生的T恤會比較寬鬆 那這件就是比較讚 就是如果男生要有一點時尚感的話 會建議就是選合身一點點 但是不用到緊 對 就會線條會比較不一樣 而且他這裡好可愛 他有小小雖然說是白T 可是他也不是索 有一些細節 對 有一些小細節 那我覺得這些小細節 也都會讓小孩子 它其實就是孩子的元素 然後也會讓孩子們覺得說 嗯 這個是屬於我的 第二件不敗單品我看到了 是牛仔褲 其實我覺得Supremont拿出來的頭兩件 不敗單品都會讓人有點驚訝 像剛剛第一件白T 我們就顛覆了我們傳統的想法 因為傳統的想法就是覺得說 欸 小朋友不要穿全白會弄髒 然後再來第二件牛仔褲 其實它也是 因為很多的家長或者是這個 甚至小朋友自己都會覺得說 牛仔褲太緊身 或者是不好活動 然後畢竟他可能會卡褲襠啦 或者是在大跨布的時候會不方便 可是你也覺得牛仔褲 是不敗的必備單品 對 因為就像我還沒有 就是還沒有結婚的時候 買的其中一件小朋友衣服 就是牛仔褲 因為我們自己會穿嘛 就是平常就是T恤牛仔褲的 這種家長的話 對牛仔褲就會比較能 接受度會比較高 那其實我覺得牛仔褲是 養男生特別好用的東西 因為它很耐髒 對 然後其實選擇上 如果有住一些小撇步的話 就是可以找到 讓小朋友穿得舒服 然後媽媽又可以很放心的 譬如說你可以選有一些刷色的 然後看起來會比較乾淨 因為有一些顏色比較深的話 可能就比較髒髒的 而且我們還可以直接買有破損的 因為這樣就算他們摔破 我們也看不出來 到底是原本的破還是 可能會越來越破 對 然後可以選 像男生的有一些有穿的話 可能會買也是一樣要寬鬆 可是穿起來會比較運動的感覺 那還是會建議說可以找修長一點點 但是它還是有一定的寬度 就是還是直筒 然後它的腰設計可能下面 前面是比較低 就是它完全是照大人的一個考量 就是版型設計 所以在活動上是很舒服的 像牛仔褲這個我們要強調一點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說小孩子的衣服 有一些中性的衣服男生女生可以混穿 但事實上蘇輝媽也有提醒大家 版型對孩子來說也是很重要的 像牛仔褲那個褲襠 男生跟女生就是不一樣 對 因為我本來買的那第一條 然後我女兒小時候穿牛仔褲 穿完我都還留著 然後後來換弟弟長大的時候 我讓他試穿我發現 男生女生的襠真的不一樣 然後版型臀圍跟到腳的線條也不一樣 對 所以現在就是也是這個經驗 然後知道說 原來即便是很中性的牛仔褲 還是不能共穿的 所以牛仔褲我們注意刷色 注意褲襠 腰圍 然後注意彈性 事實上小朋友就可以穿東西 對 如果像有媽媽會說 他們小朋友不穿太硬 是因為可能他 我覺得從小讓他試一些有彈性 然後不要太厚的 讓他們就是開始接觸這個所謂的單寧布料 對 讓他們小孩子接受度長大 慢慢就會比較高一點 對 因為其實單寧 他也有分軟部一部 對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透過挑選 來幫孩子稍微篩選 也讓他們感受到 牛仔褲那種帥氣的美麗 然後另外呢 當然如果是小女生的話 不拜單品裡面一定有洋裝這一項 因為其實洋裝 包括我們自己長大成人的女性也是一樣 不知道要穿什麼的時候 one piece一件出去就最方便了 對 小女生大概開始上幼稚園以後 他們最喜歡的就是可能是裙子洋裝 然後這一件是今年春夏就是港島的 它比較特別是它的袖子是會飄飄的 太時尚了吧 它有一點像 有一點日本和服的設計 然後上面的圖案就是會有一些有趣的 對 可能有鱷魚然後河馬 就是因為這次是一個動物的一個主題 我覺得它很時尚一方面 當然就是因為袖口的設計 另外一方面 其實我們想像女生們 小女孩的洋裝 都會覺得說一定要是粉色系的 對 或者是那種比較嫩色系的 可是其實你看像這樣子白藍的搭配 它比較大人氣一點 但是小孩子穿也很可愛啊 對 因為其實如果這樣的型 放在我們女裝上會比較成熟 對 比較老氣一點 那因為在小女生 它就會有一些可愛的元素 然後色彩上盡量不要是太過艷麗的 所以就可以保持一些小朋友的 那麼純真的那種感覺 SUPERMAR真的顛覆大家的想法 你看它拿出的第一件洋裝 不是這種粉嫩色系的 而是比較有造型 然後袖口的部分也讓人感受到 那樣子的這個時尚魅力 另外就是 這個灰色系的洋裝 也很少人會推薦小女生穿 對 但是這件灰色有一點細節設計 它前面有一個墜下來的領子 然後後面有一個 就是也是抓皺的設計 然後 這根本奧戴利赫本啊 對 這件非常的合身 對啊 這就是把你女兒打扮成奧戴利赫本的感覺 對 因為這個品牌 它也是在丹麥是有女裝 然後它會開始做童裝也是 因為它有一個女兒 所以它 它媽媽就是金髮白人這樣 然後小朋友也是 所以有一些設計它是會沿用它女裝的設計 所以相對會比較成熟的感覺 對 因為歐洲說真的 它們的打扮是比較 不是那麼童趣的 歐洲的小朋友 他們從小的穿著就是比較注重乾淨跟 個性 對 所以會有這樣子的這個系列 就是我們有嘗試一點點 因為我們還是會希望是可以提供各種不同的 然後給不同的小朋友 講到個性的話 這個就是比較奧戴利赫本個性 對 然後適合瘦瘦的女性 對 瘦瘦的小女孩 另外還有一件的話 整個就是馬丹娜個性 其實是因為我們推薦的一個必備單品 就是冬天的大衣式的女生 這個爆紋怎麼回事 然後剛好今年很流行爆紋 然後所以這一件的效果就是非常好 然後開始現在小女生也會有這種長的 然後像媽媽的大衣 然後有這個就是很時尚的元素在上面 其實冬天的時候長大衣真的也算是小孩的必備單品 對 因為不管你裡面穿什麼 我們也會考量到保暖的問題 對 你外面這樣套一件其實它包含到整個 幾乎三分之二十的部分 對 而且其實如果你不穿長大衣的話 你可能能選擇就是可能 尤其是冬天很多媽媽會買羽絨 可是那個風格跟你的 如果小女孩有時候想穿的很Lady的洋裝 就不好搭配 對 我想要知道這一件 你女兒腐服的反應 還有市場反應大概是 就兒童世界的反應是如何 其實這樣的單品一開始 他們會不知道怎麼穿 因為這個就是他可能沒有看過 他無法駕馭對不對 他不習慣 對 可是你讓他看一些 譬如說穿搭的示範 然後或是最主要是他有時候會看客人反應 譬如說因為這個是大人看的都會很喜歡的 所以他只要知道說原來這件大家都很喜歡 他會慢慢對他就是產生一些喜 就是喜好慢慢的累積 然後有一天他就突然說媽媽我也要 我也要穿這個 如果是像這樣子的大衣就是比較 然後在圖樣上面跟顏色上面比較不同的 裡面可能就也是搭洋裝或者是 還是說他搭牛仔褲的話也是好 對 他其實很 就是變化蠻多的 除了洋裝之外 像我女兒有時候會穿一個 然後上衣只要是一個很簡單的T恤 然後就很有型 因為他本身已經有花色了 所以你可以搭配就是非常基本像這樣子 那其實就很有一個 層次跟變化 然後有一些畫龍點睛的效果 我們剛剛介紹的是 基本款的必備不敗單品 但是我覺得Super Ma呢 他介紹出來的這個基本款 其實就有很多很多小朋友的 時尚元素在裡面 等一下我們邀請Super Ma 再幫我們介紹的是比較 時尚款的 時尚款到底會端出什麼樣的菜色 因為我覺得剛剛已經很時尚了 等一下再告訴你 如何讓你的小朋友打扮得跟我們一樣 這麼的時尚 這麼的走在流行間段 現場的工作人員已經有人要把皮包套出來了 因為今天Super Ma來到我們節目當中呢 分享了很多 當然不管是你怎麼樣打扮你們家的小朋友 另外最重要的是他帶來了一些單品到現場 剛剛跟我們分享了 當然有一些比較基本款的不敗單品 可是我其實覺得那些基本款已經很時髦了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時髦款的 如果基本款已經很時髦 那時髦款不就驚為天人了嗎 對 時髦款會就是 一般人第一眼看到比較不敢嘗試的 有 其實我覺得 但是我們第一眼看到絕不敢嘗試 可是真的會覺得好好看 好像小朋友可以試試看 譬如說像第一件 這個 這個其實是屬於畫龍點睛單品 它其實是分開來的 它是一個領片 它不是加兩件對不對 對 它是一個領片 就是訴求師 就是你可以套在隨便一個宿舍的衣服外面這樣子 我們如果單純看到這一個領片的話 會真的不知道從何搭起 對 有 媽媽可能會覺得說太多餘了 穿衣服還要再套一個這個 可是我女兒真的就是出門有時候 譬如說你要去一個譬如說飯 跟長輩吃飯 然後它只是T恤 因為你家裡不可能隨時準備很多很端莊的小洋裝或禮服 那有時候這個套在一個宿舍的上衣 像這樣子的平常穿的白襯衫外面 對 就會有一個造型 而且這一件它其實很實穿 是因為它既然是領片的話 它可以調整 然後它就穿的那個年齡就會比較廣泛 對 它其實算是一個配件 不過我的頭會進得去其實我也可以 其實我們有大人穿過 有大人 瞬間就覺得 有賣給大人過 真的耶 好好看 因為這個算是比較特別的單品 比較少見 所以一個領巾這樣加上去 哇 真的是不一樣 對 這個就是畫龍點巾款 對 好 另外還有一些時髦款 喔 我看到裙子 但是這個裙子跟我們想像中的 一般的那個小女生裙也不太一樣 它真的很成人裙耶 它算是迷你裙 然後是圓弧的一個線條 然後剛好是今年春夏很流行影光色 有點花包裙的感覺 對 然後它是 它的材質是有點像 類似所謂空氣棉 就是有一點立體感 對 然後有一個硬度的感覺 對 那一樣是 因為顏色的關係 小女生可能上面套一個素色的背心 或是上衣 然後 舒服的材質 對 它的材質很舒服 然後 就可以有一個比較搶眼的一個造型 因為像這種比較合身 就是比較花包 對 然後是迷你窄裙的形式 銅裝的部分多半是牛仔裙 可是牛仔的話又會讓 太硬 對 太硬 而且這個好舒服 窄裙太硬的話 像牛仔裙其實 爸爸媽媽不喜歡他們穿 因為容易 第一個容易曝光 然後 也不好活動 對 那像這個就是長度有稍微加長 然後它是用圓弧的設計 所以長度其實是比你想像的長一點點 對 然後 顏色可能就是大家可能會覺得 所以我一開始不敢嘗試 對 可是算是它今年流行色 對 另外還有時髦款 就是小朋友有時候呢 你也可以讓他穿這種 小朋友最喜歡的所謂的 紗裙 那一般常常看到的紗裙會是彩色的 然後可能是比較 顏色鮮豔啦 或是它是一些條狀的 紗布構成的 那今年剛好也是 就除了銀光色也流行白色 然後這個白就是可以搭一個 像譬如說 帥氣的皮衣 帥氣的皮衣 對 就是你可以搭一個皮衣 然後或是像剛剛這個白色的鞋子 這樣配起來就是會比較個性的搭法 我覺得皮衣加上這個白紗裙 根本就是許若瑄 許若瑄穿髮好不好 超可愛超迷人的 對 有時候會可能 媽媽自己喜歡的東西 然後剛好有一些單品 小朋友可以符合的話 穿起來效果也不錯 可是它因為是銅裝的線條 所以不會太成熟 我發現啊 就是歐美進來的銅裝 他們的一些流行細節跟趨勢 其實有時候跟大人真的是相同的 對 因為今年2015年的春夏款 女生也非常流行這種紗裙 以前一般我們會覺得說 都是宴會或者是什麼婚宴 才會有這種紗裙的穿搭出現 可是你會發現2015年春夏 好多這種變妝的紗裙 就是會把它弄得比較生活化 所以我覺得他們其實是 銅裝的市場是很跟大人的趨勢 對 因為這個品牌就是 我剛剛有說丹麥它本身有女裝 對 所以它整個設計 就是會比較成熟一點點 然後有一件好長的衣服 這個就真的是比較童趣 這件衣服的它的品名就是公主 它就是想要給小女生有公主的感覺 然後但是又可以就是平常的時候穿著 像它這個完全是棉漬 然後你可以就是丟到洗衣機裡面洗 然後有些媽媽會覺得說 長度這樣可能會危險啊什麼的 那可是一方面是可以滿足小女生的一個幻想 然後他們也很喜歡 然後另外就是他們穿著的機會可以變多 對 就是不用等生日啊或是一些派對 才能穿他想要穿的這個公主的感覺 畢竟不是每天都可以適合到公主的 對 那這個就是屬於就是比較日常一點的 然後另外我又再看到一件豹紋了 這個是秋冬 豹紋好流行喔 對 是秋冬的 它就是其實是很推薦的單品冬天 因為它可以雙面穿 它裡面這片是毛 然後這個是假的毛 但是很舒服 其實這個啊很 我們這樣看會覺得很時髦 但事實上它非常的好搭 對 如果有時候你不喜歡 抱紋在外面的話就反過來 然後也可以就是 變成可以搭配你自己有花色的衣服 比較西皮封的感覺 對不對 我們竟然把西皮封這個單字用在 小孩子的動作上面 因為其實近年歐美很流行這樣子的單品 因為可以做多層次的 然後它又有保暖的功能 就乍看之下你會覺得說 太時髦了 太前衛 但是其實你搭一個素色的衣服在裡面 真的就很好看 很多媽媽一開始會覺得說 她不會穿這個 可是搭上去就發現效果非常的好 效果很好 剛剛前面講的都是小女生的一些時髦單品 後面這件外套是小男生的了吧 這是中性男女生都可以穿 對 這個是帶來是因為 我們有講到說 有些媽媽不想給小朋友穿黑色的東西 對 一般長輩比較禁忌 然後像你黑色的話 外面就可以套一個這種 有配深藍色的 這樣好 今年很流行棒球外套 那這件外套就是男生也可以穿 因為它有一些就是運動的一個圖案在上面 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全黑這樣的裝扮 就像Superman剛剛說的 很多人會認為 好像不要讓小朋友穿全黑的 甚至我們大人也少穿全黑 可是其實你只要搭配得宜 事實上小朋友穿全黑有時候 它真的就是會展現個性 對 然後你可以配一個 譬如說配件 它是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線條 像這個帽子 對 這帽子也好 這頂帽子是不是就是你的新書封面上 服服戴的那一頂 對 這一頂就是我們很暢銷的帽子 春夏它還會有新的白色的 小女生戴也很可愛 後面還有一件比較時髦款的 全黑因為 全黑的話我們還會建議 另外一個就是 比較特殊材質 像這個是蕾絲 這個是黑色的布料 上面再襯一個黑色蕾絲 好時髦喔 那有時候你全黑覺得太重的話 有些這個不同布料的細節的話 就會比較別緻一點點 其實從剛剛介紹到現在啊 我去就是稍微觸碰一下 這些衣服的材質 都會覺得那個材質很舒服耶 不只是外型上面是時髦的 事實上 我們一直在講說 小孩子的衣服 它有時候挑選 會比大人的衣服更多一層考量 就是我們要考量 小孩子他穿了 是不是自在 對 因為畢竟我們自己穿衣服 我們自己感受得到 幫孩子穿衣服的時候 我們感受不到 但我剛剛其實在這樣子 觸碰的過程當中 發現這個材質其實它都是 就是很 就大人也會喜歡 因為我們每一件都是 親自去採購 然後會 尤其是如果 我女兒夫婦有去的話 他會 就是會以他的 小朋友的意見 因為有時候像毛衣 總監會指示你就對了 就是會有 對 他會告訴我說 這行 這不行 對 總監直接舉牌 yes or no這樣 所以我們的商品盡量 就是除了漂亮 因為有人第一眼會說 那麼漂亮不實穿或是不舒服 可是其實我們在材質上面 滿就是把關的滿嚴格的 而且其實我們會發現一個 很重要的特質就是 在台灣我發現大部分的家長 也許都會希望把自己的小孩子 打扮得很可愛 可是其實從這一些歐美的衣服當中 我們會發現他們想要把小孩子 打扮得很有個性 事實上我覺得這是一個正確 他在整個親子相處的過程上面 我覺得也是一種觀念的培養 為什麼每一個人都一定要可愛 為什麼男生一定要藍色 女生一定要粉紅色 為什麼女生不可以穿黑色 或是男生不可以穿比較亮色系 事實上沒有一定 因為如果你用色 顏色或者是造型 去侷限孩子他天馬行空的想像的話 事實上這個過程它也會讓孩子未來的學習 或者是一些價值觀有所受限 所以我覺得從衣著上面 事實上不管美感 不管是時尚的想法 對自己的個性展現 或者是所謂的刻板印象的打破 我覺得衣著都是一個很好的培養關鍵 就是我們希望提供比較多選擇 因為我覺得可愛隨手可得 我們也有可愛 可是其實就是慢慢長大以後 尤其是他們上了小學 小女生需要的就已經不是可愛 所以有一些衣服它會是比較時尚 因為他們開始接觸更多社會上的一些不同的環境 他們開始的穿著會改變 對 所以希望盡量兼顧小時候可愛 然後長大會在這個過程中 他們可以摸索出自己的喜好 可以發展出自己的性格展現 對 就像我們每一個人也會有自己喜歡的服飾樣貌 對 孩子一樣也可以有他們自己喜歡的服飾樣貌 那當然啦 我們又回歸到一個最原始的 很多家長會說 我幫小孩子買這麼好的衣服 或者是打扮得這麼漂亮 其實他長得很快 一下就不能穿了 那是不是值得 事實上呢 這些衣物你只要保養得宜 他有時候可以多穿搭 或者是多層次的搭法 多加利用 然後甚至呢 如果你把你自己的預算掌控得非常好 因為Supermart有告訴我們說 不是多買就好 如果少買但是可以達到 搭配起來有各種不一樣的效果展現的話 那才是真正厲害的方式 怎麼樣去達到這樣子的衣物保養 以便於你可以一直穿搭 然後一直重複讓家裡的孩子漂漂亮亮的呢 等一下再讓我們來賓來告訴我們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要讓家裡的小寶貝 每天漂漂亮亮的出門 其實一點都不難 不過呢 在幫孩子選購這一些 非常時髦 或者是可以讓他們跟別的孩子 不一樣的服飾單品之前 當然也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項 剛剛我們就有強調過說 不是說叫你把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 美美麗麗麗的 就表示你一定要一直花錢 一直不停的買 其實少買但是你可以擁有很多的想法 去重複穿搭它 這點才是最重要的 除了因為我們會所有 也有推薦必備單品 就是如果你真的預算有限 或是你不知道怎麼 那麼一步的跨到時尚裡面的話 可以從這些必備單品開始嘗試 然後在譬如說版型上面 或是一些搭配上面做變化 那再來就是時髦單品 我們剛剛介紹的可以選擇 再加進來慢慢的加 那其實我們介紹 像書裡面有提到介紹這些單品 我們像我自己以前要幫小朋友採購之前 我會先檢查衣櫃 然後看缺什麼 然後需要真的 譬如說真的需要尺寸不能要更換的 譬如說冬天的大衣可能就是一件 然後外套一件 就是每一樣你需要的單品 就是先從衣的數量來買 而不是說你出去逛街就看到 這件好可愛 然後就買回家 對 就是可以做一些規劃 然後再開始採購 那像我知道歐洲他們的 爸爸媽媽採購銅裝的一個觀念是 他們不買多 但是他們會在每一次冬天開學前 那一週把今年冬天要穿的 上學要穿的衣服先買兩套到三套 就是採購完 然後之後可能慢慢剩下的就是會在 平常如果真的有逛街或是有看到的時候 才會添購 對他們的習慣是這樣的 所以採購完 先採購完的那一批就是比較基本款 對 然後之後一些單品或是時髦的東西再加進來 對 如果說像這個很多家長會覺得說 我看到可愛就想買 那因為我也想讓我的小寶貝有好多種不一樣的穿搭法 所以我就盡量多買多買 那多買我預算又不夠的話 我們就會挑價錢便宜的買 事實上價錢便宜 不管是在大人的世界還是孩子的世界 這四個字其實都會有一些魔鬼在裡頭的對不對 所以其實價錢太便宜的時候 我們也要去考量到為什麼它這麼便宜 因為我們以前也幫小朋友買過 譬如說平價的品牌 然後慢慢的接觸到這些所謂 像我說歐洲的他們 歐洲很標榜有機 然後可能是有一些甚至是用到環保材質 他們這個觀念非常的完整跟成熟 那慢慢的我們會從這個不同價位帶的商品 去了解到原來真的是一分錢一分貨 然後為什麼有的平價商品可以這麼便宜 你是因為可能它有一些使用了血和工廠來生產這個商品 或是它用的布料可能就是你洗了一兩次就脫線或是破損 就是像T恤有些可能開始有小破洞這樣子 對所以加上譬如說有一些是有印刷的 它的印刷的染料到底是不是安全的 對這些一些細節會比較是我們想要給小朋友 如果是一個安全的衣著的話也需要考量的 對因為其實有時候便宜的東西 當然不是說便宜美好或不一定 但是你要懂得辨別 對然後你要挑的更仔細一些 材質的部分多花一點心 對或是譬如說便宜有一些他們衣服上面會有亮片 小女生的會有亮粉那它容不容易掉啦 然後它容不容易就是 譬如說掉了會容易沾到眼睛 對這個就是可能在買的時候可以稍微考慮一下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如果我們買了這些同裝衣服 我們培養小朋友他們穿搭 我們培養他們去挑選去試穿他們適合自己的樣子 但是在整理的過程當中請孩子也要記得自己動手 因為收拾衣櫥不是媽媽的事情 怎麼樣去培養小孩子說我自己的衣櫥自己動手收 我們家是最早是從 因為我們家是以前洗衣服的時候 女兒就會在旁邊看 然後她會喜歡就是一起參與這個洗衣服的過程 然後慢慢的她會幫忙收衣服 收衣服以後她就會幫忙她想學摺衣服 就先從學摺小手帕然後她的小背心這種比較簡單的 然後久了以後我會開始讓她變成習慣 就是這個是你 有時候我會故意說這個你的衣服你自己摺 然後你自己去放 那衣櫥我們當然媽媽有時候會 一定會幫小朋友整理得很漂亮就是很整齊 可是用久了一定會亂掉 那有時候我會故意不幫她整理 就是我會讓她自己去整理 然後我會讓她知道說 你要怎麼放你的東西你自己才會找得到 因為有時候會說媽媽我找不到我的那件裙子 那我就會說那你就是因為你沒有放好 所以慢慢的是從摺衣服然後收衣衣服 然後你跟她討論搭配衣服的過程 她會跟這個衣櫥是有連結的 對所以她會知道說這個是她從小她可以自己掌握 跟自己管理的一個部分 那個是她的天地她就要自己把它好好的經營好就對了 不過其實我覺得跟大人的世界一樣 穿搭這件事情她有很多的學問在裡面 包括我們今天一直在強調的美感啦 或者是說小朋友她其實可以從中培養很多自主的能力 所以不要覺得說那只是每天出門 上幼稚園或是上學之前的五分鐘快速打理 並不完全是這樣 從中你培養出來的 或是說你所感受到的孩子的個性 孩子的想法 孩子的對於自己的自信心的培養跟展現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好 透過Supermark這本新書 媽咪今天穿什麼 希望呢你能夠了解到的不只是 小朋友他們的時尚世界 同時也可以了解到你們家小寶貝 到底她希望自己是什麼樣子呢 當然更多的一些穿搭技巧 還有Pepper也在書裡面了 歡迎大家翻閱 今天也非常謝謝Supermark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謝謝 工作人員可以開始進行採購的部分了 像這個鞋子真的就是非常適合小朋友 我看它就是造型 造型那種 做什麼 stared看來的 看來的 做什麼 從一集裡 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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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麼